百家姓详解 赵 姓氏来源 西州时,有位叫赵富的人,他善于训受鲸鱼驾车 一次,他为周穆王驾车出去打猎 这时朝中发生了政变 周穆王心急如焚,赵富立即驾车赶回昊京 最终周穆王停定了叛乱 为了表彰赵富的功劳,周穆王把赵诚赐给了他 因此他的后代以帝为姓,姓赵 历史名人 赵匡印,即宋太祖 他本是后周大臣 发动陈桥兵变后建立宋朝,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 赵孟甫 元代杰出书画家 擅长正行书和小凯 他的笔法圆转求利,人称赵体 前 姓氏来源 前姓的祖先是专须的玄孙彭祖 彭祖有个孙子叫彭福,掌管朝中钱财 周朝叫做钱府上士 其后人都以祖上担任过这一重要职务而引以为荣 于是,他们便以官名为姓,称为钱氏 历史名人 钱刘是五代时的政治家,吴越国的创立者 钱中书是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围城》 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文论管追篇等 孙 姓氏来源 周朝时,有个叫惠孙的人 受到朝廷的封刺,享用七这个地方的物产 因为他文武双全,他的后代很尊敬他 就与他的名字中的孙维姓世代相传 历史名人 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军事家 著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成为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战争都具有指导意义的兵学圣殿 孙思淼是唐初著名的医学家 著有千金药方、千金义方等书 被后人尊为药王 李 姓氏来源 相传专需的后代高陶做了姚帝的李官 他的后代继承官位以官职为姓,称为李氏 后来,他们为了躲避商周王的迫害外出逃难 在逃难中,他们主要以李子为时才保住了性命 从此,他们就改姓李子的李了 历史名人 李世民及唐太宗 玄武门事变中夺得政权 在位时创造了从见如流 道不时宜、夜不庇护的贞观盛世 李白是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人称诗仙 代表诗作由蜀道南 梦游天母银留别 俊叶思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